來看到網路瘋傳的這艘畫面 中國製的潛水艇擱置在岸上 而且內部疑似還在運作 當時就在寧寧的沙灘巷頭 不斷的發出了這個齒輪的聲響 卡通的聲響 報導中指出 這是中國海軍羅密歐級的柴電潛艇 那麼解放軍有84艘這款的潛艇 目前還有13艘用於訓練 其餘老舊被報廢 這樣子的畫面一傳出 剛好中國習近平就被批評了 治水無方 現在連潛艇都被衝上岸 他的武力大大的遭受批評